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五种糖尿病最健康的水果选择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试过在水果店里选不到水果吗? 很多糖尿病患者不知道只该吃一些什么的水果 基本所有的水果都不敢吃 今天我会帮你挑选出五种适合糖尿病人最健康的水果 这些水果是糖尿们可以经常吃的日常水果 我们下面就继续来了解一下 哪些水果适合糖尿们吃 大家都知道吃水果对身体有益 但是患糖尿病的朋友 就特别要注意水果的碳水含量 因为含量、升糖指数等等 在今天的影片里 我将会简单的分享五种糖尿病最健康的水果选择 一种血连果 血连果是一种外形和红薯非常相像的水果 因此在超市里通常被当作是红薯而被无视 虽然血连果的外形不好看 但是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元素 是其他水果没有资格相比较的 这种水果的含糖量非常的低 糖量病患者可以经常食用 不仅不会增加血糖的升高 还可以为我们的身体补充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 血连果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 带有很多的钙、铁、钾等营养元素 它的升糖指数为22 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 血连果中含有丰富的果果糖 会把人体血液中的多余脂肪清理掉 从而起到预防高血脂与糖量病的作用 另外人体的血液在经过血连果的清理以后 还会提高自身对多种疾病的抵抗能力 所以糖友们是完全可以放心食用血连果的 第二,苹果 苹果也是一种低升糖的水果 它有助于维持更平稳的血糖水平 根据国际血糖指数表 苹果的平均升糖指数只有36 它属于一种低升糖的水果 由于低升糖水果有助于稳定血糖 所以苹果是糖友们可以安心吃的水果 除了低升糖指数 苹果也富含高纤维 每100克苹果含有2.4克纤维 它可以满足10%的每日需求量 由于纤维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 所以导致苹果具有缓解便秘的作用 苹果尤其是带皮的苹果也能够保护肺部 因为苹果皮富含糊皮素 而苹果内富含绿原酸 这些成分具有抗炎、抗癌和抗氧化的特性 可以保护肺部受氧化损伤 从而降低患肺癌的风险 所以糖友们是可以吃苹果的 第三种牛油果 第三种糖尿病健康水果是牛油果 牛油果又被称为是恶梨、油梨 在植物学上 牛油果是一种搭浆果 它的口感顺滑细腻 也带有鲜奶油的味道 是一种可以代替牛油的健康水果 牛油果是早中晚餐都能吃的水果 你可以用它来搭配面包、拌沙拉 或做成奶昔等等 它的升糖指数为40 也是属于低碳水和低升糖的水果 在众多的水果中 牛油果是以高纤维取胜的水果 以100克的牛油果中含有高达7克的纤维 它可以满足30%的每日需求量 这种成分可以帮助血糖保持稳定 从而避免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的现象 牛油果还特别适合容易焦虑的糖友 因为它所含的月酸 可以防止脑部积聚同行半光氨酸 也就是一种会影响情绪的有害物质 所以经常吃牛油果 会有助于减轻压力和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 所以牛油果也是糖友们可以吃的一种健康水果 第四种糖尿病的健康水果就是番石瘤 番石瘤是全年都能吃到的一种热带水果 这种水果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叫法 像台湾人习惯叫它巴勒 马来西亚人叫它是番石瘤 更有趣的叫法就是广东人会叫它是该习果 番石瘤含有高纤维低生糖 每100克的番石瘤它的纤维是5.4克 生糖指数介意12到24 相对而言 只要没有拼命地吃 它不会引起大幅度的血糖波动 番石瘤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健康水果 因为它富含惊人的维生素C 它的维生素C的含量是柠檬的4倍 所以番石瘤可以帮助糖友轻易地补充维生素C 此外,番石瘤也是高蛋白的水果 每一小杯的番石瘤含有4.2克的蛋白 它可以满足8%的每日需求量 所以番石瘤也能带来某程度上的饱足感 此外,番石瘤是中老年糖友必吃的健康水果 因为它可以预防帕金森 研究显示,番石瘤含有多种的抗氧化剂 维生素C、芹菜素、青梅素、花青素等等 这些抗氧化剂可以保护细胞和神经 从而预防跟年龄相关的疾病 如帕金森 番石瘤的甲含量也是很高的 比100克的番石瘤含有甲235毫克 与香蕉、海糖果的甲含量相当 丰富的甲元素能够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 水分平衡 还能够激活体内多种酶的活性 使肌肉和神经处于正常的兴奋状态 注意调节心率 所以番石瘤也是糖友们的健康水果选择之一 第五种推荐给糖友们的健康水果就是櫻桃 櫻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以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食用 芹桃含有花色素 能够促进人体胰岛素的分泌 从而有效地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芹桃的含糖量大约是8%到10%之间 它的升糖指数为22 也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水果 所以说它对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吃了一定量的樱桃 对于血糖的波动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外樱桃的含铁量很高 预防贫血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还能降低血脂 预防麻疹 养颜美容 保护势力等功效 樱桃的含甲元素很高 糖尿病肾病患者就要慎用 果则会导致高加血症 以上这五种水果 为糖尿病患者健康的水果选择 包括雪莲果 番石榴 苹果 牛油果和樱桃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和转发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